避风头 北梁王跑到这儿来避风头 武林闹鬼了 闹鬼道好了 你二姐回来了 徐卫雄是徐霄的二女 徐家食物链的顶端 她做事雷厉风景 性格好生要强 不论徐凤年还是徐霄 全家上下都被徐卫雄吓得服服帖帖 看见她就像见到了火炎王 徐卫雄十六岁进上阴穴宫 诗书勘于 剑术兵法无遗不经 是百年一遇的奇才 可是按照小说情节 雪中二会成为徐卫雄受难记 她的身世秘密被揭晓 命运也将彻底改变 在第一季结尾 黎阳王时为了削弱北梁势力 安排六皇子赵凯和人猫 磐雕四入悉数称王 赵凯喜欢徐卫雄 自称徐凤年的节目 不过他杀小舅子四处碰壁 追求徐卫雄也一枝不顺 赵凯本以为自己终于能再悉数大战拳脚 不过乐极生悲 半路为徐家姐弟截杀 最后死在了徐卫雄的手上 故事就从赵凯死后继续展开 黎阳王时继续培植兴师李和北梁抗衡 而徐霄的六个义子之首 统率北梁三军的陈之鲍 就成为王室优先腊弩的对象 前几期提到过 陈之鲍是一个复杂的角色 判处北梁也有几重原因 陈之鲍为北梁出生入死 忠诚无庸置疑 可是他真心顺服的是徐霄 而不是新北梁王徐凤年 陈之鲍仇恨谋杀无素 陷害北梁的黎阳王室 不想让35万北梁将士替黎阳卖命 可是徐凤年以大局为先 不愿因家仇再度挑起战火 引发生灵涂炭 虽然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 但陈之鲍始终忠于北梁 黎阳王室的人会用西数牵制北梁 可如果自己掌控西数 北梁就无后顾之忧 于是陈之鲍单枪匹马 判处北梁 成为不忠不义的乱臣贼子 陈之鲍孤身入西数 虽然有苦衷 但此时新老北梁网交接 陈之鲍判处北梁动摇军心 对徐凤年接掌北梁不力 于是二姐徐卫雄率军奔起两天两夜 在铁门关拦截陈之鲍 借着两人展开生死搏杀 说是搏杀 其实胜败早已注定 陈之鲍一杆银枪为自酒 武功已是半步如胜 徐卫雄此时连一品境界都还未达到 实力相差悬殊 铁门关一战 徐卫雄身处重伤 被陈之鲍打飞了双腿 从此离不开轮椅 只能退居幕后 陈之鲍是真心想让徐卫雄死吗 也不尽然 陈之鲍明显对徐卫雄有好感 在小说里 陈之鲍在铁门关前告诉徐卫雄 杀了他之后 会把他的尸体带到西蜀做十年王妃 这么一看 徐卫雄的桃花运实在是太烂了 前有赵凯 后有陈之鲍 喜欢他的人 到头来都是你死我活的仇人 还记得青鸟曾经告诉徐凤年 徐卫雄在他身边安排了四名死士 两名在三年游历中 为了保护徐凤年去世 除了青鸟之外 还有一名隐藏了二十余年的神秘死士 这个最后的死士 其实就是二姐徐卫雄 他是徐卫雄从小培养的死士家 铁门关一战后 徐卫雄双腿被飞 徐凤年终于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徐卫雄其实不是徐凤年的亲姐姐 他和江泥一样都是西楚人 新生父亲是春秋四大名将之首叶白魁 当年徐小帅北梁铁骑征逃六国 在西磊壁和西楚展开决战 这一战 陈之鲍将叶白魁逼上绝路 从此成就 白衣兵先和小人徒的威名 叶白魁兵败自尽 所以严格来说 徐卫雄和北梁有国仇家恨 陈之鲍更是他的杀父仇人 虽然都是西楚人 但徐卫雄和江泥 对北梁灭西楚这件事的态度不同 江泥是西楚公主 全家被黎阳王室灭祖 所以他对徐凤年 既有轻微竹马的情义 又有国破家王的仇恨 从小到大 总是试图刺杀徐凤年 但又嘴硬心软 藏不住喜欢他的心 但在徐卫雄看来 北梁和西楚交战 徐霄和自己的父亲各为妻主 两人之间必然有成王败寇 而入国一统是天下大事 自己不能阻拦 在生父去世后 徐卫雄被徐霄收养 他被培养成才学智谋 远胜常任的女诸葛 同时也被位以重任 成为保护徐凤年的死士 徐卫雄和徐家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一直把徐凤年 实为自己的亲弟弟 同时他又必须对这个 未来的北梁王严格 天下在经历多年战乱后 才获得和平 徐卫雄见证过战争的残酷 所以他对徐凤年寄以厚望 希望他作为北梁师子 真正肩负其守卫全境的重任 而徐卫雄深藏死士的秘密 在无人知晓的角落 始终默默守护徐凤年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2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